彭祖百计 我们讲几个算几个 这个彭祖很玄幻的一个人物 也是道家的黄老庄 甚至比他们还要早 在之前呢 他留下了说 前古传唱 八百岁 潇潇洒洒而去 据说他这个八百岁 是真的 有人说曾经 有一些例数算 说这一岁代表几十天 然后后来又反推 反正不管你信不信了 我老师 曾世强先生 他的老师 是台湾的刘培中 在他之前 刘伯温的来生 刘伯温在昆仑山 就修行四百年 反正你练功吧 彭祖告诉我们 也有很多妙方 我们这几个不讲他 从天干地支开始 继续延续 以后有机会再说 他就告诉我们 一个非常重要的 说这个房中啊 树 这些你要运用的好 确实也有好的效应 然后男子呢 其实女子也一样 就是顾经不信 误屑 原话 这是个最重要的一个理念 因为精气神 这是人身体的一个根本 没有这个 然后也没有力气 也没有免疫力 反正就浑日上下 反正你就多注意一件事 现在这个年代 是吧 你至少做到不屑 是吧 但是 也要 真的这个 有的时候动一年 他身体里会都会动 所以说要静 这个都是他强调的一些重点 我们从甲开始 彭祖百计 甲不开仓 财务耗光 就这个甲 它是一个 石田杆之手 代表个大树 也代表阳性的能量 内股将外发散 起出 破土而出 这个时候草木蒙发 破甲而出 代表这个动凉之彩 之木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 阳气 虽然说很强 但是就像一个小孩子 说一个鸡蛋 更合适 他破甲而出 说植物 就是破土而出 那这个时候 还是需要 在墙堡里 待一段时间 所以你这个时候能量很多 一下就散了 我们讲这个 前龙 即使你是个龙 也要勿用 关开使的时候 不要轻易的 还是太青春莽撞 还有一个重要的 就是 这个 假的手 它代表着 你有很多的能量 你要是落到钱财 落到人间 他很多东西 拿这个 尤其现当代 拿这个为代表 那 你不要一下 全都 因为这个时候 它能量最强 所以说 强的时候 你反而 要注重 这个就是物极必反的原因 同样道理 你就看这个椅木 可能更形象 它代表着 一种 实际的 木头 花草之木 同时也是小的 假的话 代表能量 这个椅 就代表物质 这个时候 刚好也就是 一个小树苗的样子 正式树苗 反而叫 以不 种植 千株不长 就不让你种 因为这个时候 天的这个能量 是最强的 所以说 你在最强的时候 物极必反 这个 这个道理 真的要搞懂 代表花果之木 那个 曲曲出生 之夜柔嫩 包括这个颜色 我们都搞得很清楚 丙呢 就代表太阳之火 象征着 太阳也是 看上去 虽然有星 实际上 它在天空中 最大的也是五星 那落到人间 就是 灶 灶王爷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 下节课吧 对吧 好 好